过年过天都会做这个 这个是头碗菜 包在里面吗 对 这个季节还有鲜笋啊 对 这南京那边就很多 这种笋它不会刮石头吧 不会 甜甜的 也不会麻 都是这好像胶白的感觉 为什么要鲜笋也要加鲜干 这样子口感它就有嫩道 前腿嫩 你们怎么会选择从点地跑到站出来 这边天气比较好一点 其中性会比较高 一定要回收先煎的 嗯 太熟不好吃了 不会香 炒啊 要炒出来啊 炒熟了才会香啊 做这个餐饮多几年呢 20多年了 这个家里面嘛 他们都做牛肉 都做了好几袋子 从小都会做这个吗 煮盘下来就可以啊 你们永定是什么好事都要上桌的 对 这什么好事都有 这个是头碗菜 这个我们永定人从小的时候 过年过年都会做这个 人都会做 不会做 会抓来干这些活 哦哦哦 炒干 炒干啊 炒香一下 炒粉干 炒干一下 炒粉干一下 然后油就被它吃掉了 粉和萝卜 一几下 玉籽包在你 应该每家每户都会 对 每家每户都会 很麻烦 做这个玉籽包很麻烦啊 好 吃饭很麻烦 很多 漳州 厦门 泉州的一些 食客的话 他都是经常开车 上百公里的 到我们的家乡去吃 一天要做一百多斤吗 周六的时候可能还不止 天气好的情况下 就能卖上个一万多块钱 天天都很多人了 你都下午晚上 再更多人排队 排队排大名口 哦 还放过什么下去啊 等一下好夸 哦 跟地瓜很合不可以啊 再把尾巴银进去 这看好了吗 这个 看好了 像这鱼捏捏的了 你看 捏捏好包 可以啊 弄鱼哦 炸干一点 这个要炸熟的 随便炸一下还不行 看 看好哦 那炸到这个尾巴 感觉要糊 要糊的那种感觉 不能去挤 挤一下 等下就烧掉了 满那味道很香哦 这很肯定记住 炸这个很多人还不懂 不知道这个要炸到什么样 哇 这一碎了 哇 现在很粥啊 等一下就不粥了 等下就粥了 刚炸完了 丽巴豆 一炸门口都有味道 对对对 很鲜 那个包子滚着鱼味道来的 等着很碎很贵 哇 这就快要提味道了 分一次吃味道的 提先用的 这个是蒸熟的玉籽 对 为什么要玉籽 不得那个大玉头吗 不好吃 因为玉头它属于粉状型的 它是没有粘性的 我们这种玉籽 只有我们当地的 6月份产出来的那个6月红 这个味道才是最好的 提就着玉籽跟木厨粉没了 对 慢慢加慢慢加 对不要一次性加 人家加太多了 很硬 那吃起来会有点QQ的 很Q 也可以的吗 也可以的 好多油 阿姨 找油 没油的 不好吃 红包 油不会进去 不会稍微粒一下 阿姨一天能做几个 我要做其他事情 一两碗 但是可以做得到 包了好多啊 很多啊 做得很累啊 真的 你也看得到 这个太麻烦了 鱼子是水煮煮出来 蒸煮料 蒸煮的话比较蒸煮 水煮的话 水煮开了 煮起来了就好了 这煮煮起来了 一碗几个 六个 六个多少钱 十八 一个三块 对 一共四十六百八 这是葱油吗 对 好 这很美 农盐的特色小吃 玉子包 皮就是那个玉子做的 加到木酥粉 哇 皮很糖 里面馅料包很多 很鲜 我还蛮喜欢吃的 当主食啊 当点心啊 当早餐还不错 不好吃吧